联邦财政部长今天早上宣布的一系列新规包括 按揭的分期偿还年期 由现金的最长30年降至最长为25年 贷款人可以申请的房贷金额 由原来最多为屋价85%降至80% 房主的净负债比率不得超过39% 总负债比率不得超过44% 以及政府担保的房屋贷款 涉及的房屋价值不能超越100万元 新规将于下月9日正式生效 专家分析联邦政府的举措会大幅推动短期的房屋交易活动 使得许多人为了赶上宽松政策的最后一班车 加紧购房的步伐 但在新规生效之后 房市可能会出现幅度较大的讲文